家福基金会表示,疫情三级警戒时期,已经有6959户辅助家庭受到疫情影响生计,弱势孩子面临生活教育困境更加严峻 长期关心儿少学习需求的酒令蔡依林第四度担任代言人,置身捐款100万 也呼吁社会大众数位捐款助平通,帮助孩子学习不间断 社交距离的关系,所以很多学生可能现在都改线上上课 我觉得我自己看到很多小朋友可能因为没有iPad或是没有一些电子器具 让他们可以好好接受遇到现在这样状况的 线上教学也没有办法进行 对,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学的改变 然后我觉得对这些小朋友也蛮大的影响 透过线上还是可以献出你们的关心,关心这些小朋友 家福基金会抢先发出2600万元挤难救助金 更因应停课所需学习资源,募集2800台平板,让孩童持续学习 其实家福的募款短缺了5100万 可是在用数位在捐款的民众确实是增加的 是增加的,那我们也调查过有5成6的民众 他们是透过网络知道社福团体他们在募款讯息 那也将近5成3的民众,他们也曾经透过数位这样捐款 来支持社福团体的需要 那我们也希望,他们觉得有9成的民众觉得这样是非常便利 而且是非常快速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透过这样的数位捐款 也希望民众可以不出门拿起手机 你就可以把你的爱心发挥到无限大 受到疫情影响,家福收到的整体捐款总额下滑 为了稳定推展物资补助送到宅 线上扶到等各式服务 家福鼓励社会大众善用数位捐款来支持服幼服务 帮助弱势孩子健康成长,安心学习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